这是我家 有点小 你随便坐吧 你干什么 提醒你一下 你现在是我的女人 没碰我这样的女人 随便这么呛 看来接下来事情不能继续了 这可是我的初吻 我的初吻 可是要留给我喜欢的人的 怎么就给了你这个变态 初吻 真的吗 还有 你已经答应我了 一个星期内不准碰我 所以你现在 所以你现在 可以去哪里 可以走 好 那你明晚上陪我吃饭 刚才那个男的就是你喜欢的 叫你管 一副蠢 刚才感觉怎么样 明天吃晚餐啊 别态 少爷 准备的都是您最爱吃的 看我怎么整治整治你这个八糊 靳阳 要不然 我喂你吃 好 宝贝 真贴心 来 张嘴 啊 啊 你干什么呀 宝贝 味道真好 好想多吃一点 我要去哪儿洗手间 快点回来啊 我还等着你喂我呢 不分地铁场合乱来死变态 你以为我会输给你吗 嗯 嗯 亲爱的 你吃完了吗 我想回家了 还没吃饱呢 宝贝 你胃也太好吃了 我一个未尽啊 请进啊 你够了 那既然如此 跟我回家 好 你嘛 我不会做 你一直期待我对你做的事情啊 这是我其中一个家 装潢一般 请见谅 秦静阳那那是怎么回事 那是什么你还不明白吗 根本没有照片 你的照片就在我脑子里 那个是是你画的 当然 你的样子早就磕在我脑海里了 你怎么回事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很感动 是不是觉得 我要亲你了 我要回家了 我才不要看这种鬼东西 等等 跟你起源 往后的一个月 你都得住在这里 所以 今晚 我要回家了 再见 静阳找我什么事 里面的笔钱 以你的名义捐款一个叫做人爱的孤独家 哟 我们秦总什么时候这么有伤心了 突然想做好事情 但又不想引人注目 所以麻烦你到楼咯 是为了这个吧 还是兄弟了解我 谁想做你的好兄弟 我想做我兄弟 难道想做你 我开玩笑的 你不会当真了吧 我也是开玩笑的 得建议 那要谢谢你了 你 我也是开玩笑的 我只是想做什么事 我还是开玩笑的 我还是开玩笑的 他需要我 随着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